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第一位請江啟臣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各位官員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今天要講的是酒害防治 刻不容緩 目前台灣的酒品取得實際上並不困難 但是民眾跟整個社會仍然尚未學會 如何跟酒來正確的相處 上班族常拼酒拼出一身病 許多青少年勞工因喝酒失業 家庭失禍甚至喪失的健康 飲酒會導致諸多的事故跟疾病 例如車禍、鬥毆、酒駕、家暴、肝癌、肝硬化等等 更可怕的是飲酒還會釀成橫禍 使無辜的大眾百姓平白犧牲 例如面對酒駕製造悲劇跟問題 警方多年來不斷取締 但是我們看到酒駕的累犯的比例仍然不斷攀高 顯見單純的加強執法 或者修法的縱法 還很難解決酒駕的問題 再來如果我們從育政的系統來看的話 目前監獄當中收容人最多的兩類 一個就是毒品犯 另外一個是酒駕的人口 佔了一半以上 那麼關於酒駕的防治 我們參考國外對酒駕防治的立法 在日本的便利商店購買酒品 店家會及時要求表明年齡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 美國將酒駕跟毒品同樣歸類為成癮性的犯罪 除了在聯邦在交通部設有統合酒駕跟毒品 藥物駕駛有關的管理單位之外 司法部也設有專責的酒駕毒品法瓶 來配合後端的矯緻跟借飲治療 美國對於酒類販賣有非常嚴格的規定 例如通常是午夜以後 各個零售商不得販賣烈酒、紅酒 尤其是禁止向未成年的年輕人來出售酒精的飲料 過去世界衛生組織WHO也曾提出幾項的戰略來防治酒害 例如監管酒精飲料的販售 監管跟限制酒精的可得性 制定適當的酒後駕駛政策 通過徵稅和價格的機制來減少酒精的需求 提高對政策的認識跟支持力度 向酒精使用的患者來提供容易獲得的負擔得起的治療等等的 所以防治、酒駕、或者是虐童等等 除了討論刑法之外 如何善用酒精鎖、其他科技、或者是酒害的防範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應該訂定酒害的防治 提出酒害防治立法 來面對跟處理酒害防治、酒飲戒制、還有酒害受害者的救治等等 政府應該積極地來思考這些的可行性跟必要性 如此才能將酒害的防治的決心化為實際的一個行動 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最近不斷有民眾詢問 為什麼環境成就的中立車站 這麼到現在還不能改建 我今日要向鄉親來報告 事實上在2011年智陽擔任縣長的時候 鐵路高家化的計劃就已經涵蓋了中立車站的改建 而且當時的臨時軌早已經在鋪設了 如果按照當時的原定計劃走 2017年就可以鋪設完成改建中立火車站了 但是問題就出在於2016年鄭文燦上任以後 改變了原先的政策 把當時中央已經核定的鐵路高架化 硬是要改成鐵路地下化 這不只讓中立車站的改建遙遙無期 連帶我當時爭取到的機場捷運A22老街西站 以及A23中立站兩站的捷運也連帶受到了延宕 最近我們查詢竟然要到2028年 也就是快十年後才要完成 貫通前後站的原化地下道 更是要十年以後才能再度起封使用 反觀同時期的申請鐵路高架化核准的台中 如今車站已經啟用 鄭文燦市長空植了中立民眾寶貴的時間 已經嚴重影響到中立的城市發展 從高架化到地下化 桃園要負擔的經費是原本102億元的四倍以上 這個又是市民買單 我們再看看機場捷運延伸到中立火車站的這一條線呢 機電標也已經發包了11次兜流標 請問何時再招標 何時可以標出去 又如何來招標 是否又一再的增加預算呢 桃園市政府完全講不清楚 如果當年按照智陽提出的原計畫進行 去年12月 這兩條 一條鐵路高架化 一條機場捷運延伸線 在去年的12月 我們中立的民眾 早就能夠享有又便利又新穎的車站以及捷運了 政治干擾 耽誤了城市的發展 中立人成為最大的犧牲品與受害者 我認為鄭文燦市長要負最大的政治責任 接著請林憶華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高雄市長韓國瑜出訪新馬 齊山交農聚集抗議香蕉收購價格慘疊 要求韓市長負責 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權限與政策工具不同 齊山香蕉產地價到底有沒有被 談商聯合剝削 這是中央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權責 或因生產過剩、產銷失衡、相關收購補貼、加工補貼 或是總量管制、扶刀轉座等等 這也是中央政府農委會的責任 地方政府能夠做的就是協助銷售推廣 爭取內外銷訂單 結果這次中央還是輸給韓國瑜 因為起碼高雄市政府很快將9萬公斤香蕉消往國際 所以農業國家隊都在打假球 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台農發 是105年12月5日由農委會輔導成立 當初成立時就說台農發是國家隊 當時農委會對外發布新聞稿 由台肥公司邀集以外銷為導向的相關企業及單位 加入所成立的台農發公司 是為實踐蔡總統農業政策願景 未來將扮演農業行銷國家隊的重要角色 但是從成立之初一直到現在都爭議不斷 包括董事長是小英清點的陳玉然 跟吳英寧一樣都拒絕到民意機關備群 角色定位不明 自己圈地種植農作物 原本應該是協助農民外銷農產品 不但沒有發揮國家隊的功能 而且營運不佳兩年就虧掉三分之一的資本額 政府口口聲聲說台農發是民間公司 但是實際我們來看它的股權結構 就知道台農發公司資金來源為八家公司跟財團法人 包括台肥公司、外貿協會、中銀投資、兆豐銀行、 CAS協會、國和會、雜糧基金會及全國農業金庫 都是泛工股公司、銀行 這樣說是百分百民間公司 農委會管不到績效 還讓國會無法監督實在好笑 除了打假球 根本是假民營真歸幣 其實不用韓國瑜市長說 就知道這個政府有問題 國家隊有了但快垮了 沒有檢討虧損或失敗原因 還要再另外砸錢再成立國家隊 從農業公司、國家隊到台農發 到台灣農業投資公司 現在又冒出農產品外銷平台 根本是民進黨趁執政時巧立名目、仇庸封關 實在是萬萬不行啊 好好解決農民的問題才是正辦 接著請審智會委員 接著請審智會議 立法院以及行政院的各位長官 以及立法院的同仁 大法官在造法嗎 司法權可以霸凌立法權嗎 今天即將上場的最熱門的 就是這兩個 大法官造法嗎 司法權霸凌立法權嗎 大法官釋憲 可以說我憲你兩年內 你不立法完成 對不起 你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最爭議最大的就是 大法官說 748號同婚釋憲到5月24號滿兩年 如果立法院不去立法的話 相關法案不立法很抱歉 這個同婚釋憲就直接變成跟民法 就是可以解釋成民法就適用於同婚 大法官是立法委員嗎 司法立法是平權 我們是無權憲法的國家耶 我們不是司法獨裁的國家耶 這是我們今天要思考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行政院提出一個版本 要我們立法院要強行通過 民進黨的黨團要強行通過 要禁負二徒 我們也了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加上其他在野黨的立委 或者加上無黨籍的立委 我們舉手絕對輸他 民進黨要霸凌立法院我也沒辦法 可是今天我們很奇怪了 大法官可以實質裁判 實質裁判民意 可以不看我們公投第十二案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大法官可以藐視立法權 而進行裁判我們的立法 以後我們立法院改成立法司法院 下屬的立法院立法局就可以了 司法院立法局就可以了 大法官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還要立法院幹什麼 司法立法的獨立在哪裡了 常常喊我們不要司法 不要被行政干預 不要被什麼干預 結果你來干預我們的立法權 所以我們在這裡很遺憾的 大法官目前已經淪為政治服務 情況嚴重 我們看一看 前專計劃申請四線被拒 不當擔任條例申請被拒 我們年金改革申請被拒 司法院已經成為行政院 已經當選的看門狗跟 主席立法院以及行政院的同仁們大家好 針對上個月21號 我們台灣首度缺席 世界衛生組織 WHO流感疫苗選株會議 再加上昨天外交部長 吳釗燮也在委員會上表示 跟我們有邦交國的幾個國家 最近都有動搖 就是掌握到有一些部分的邦交國 有動搖的這個情況 本席認為以蔡政府目前這種態度 強烈的否定九二共識 跟一國兩制的這種立場 我相信這樣子艱困的外交的情況 對台灣來講 絕對不是只有一次 而是反覆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我們不得不有一種感覺 就是外交部是不是故意 或者是行政院在這個協調之間 衛福部跟外交部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大的衛生組織 要辦理這樣的會議 絕對不可能是在前一天大家才知道 雖然外交部說 我們是當天早上才收到通知 但是這樣的一個大會 全世界應該都已經有這樣子的流傳 如果我們衛福部跟外交部 都沒有辦法及時掌握到這個訊息 會讓我們感受到 他們是不是有缺失存在 因為我相信台灣不是這一次被打壓 過去八年來 本來我們一直參加的WHA的會議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現在也被斷了 然後再加上這次的選株會議 我們也因為 那我們所有的過程都一直想是大陸打壓我們 那我們從來這些外交部也好 行政院好 大家都沒有去反省 我們自己有沒有態度 或者是你要作為一個有魄力的執政黨 既然你既然想要去對付這個 堅決的反對跟大陸的一國兩制 或是沒有對談的這個機制 就要有更有魄力的措施出來啊 要讓民眾知道台灣有很好的對策 來對付這些事情啊 不是一味的就是一直在推到都是大陸的身上去哦 這會讓我感覺到 我們台灣現在政府是不是 治國安邦 沒辦法 一切都怪 阿強愛他們沒有就對了啦 什麼事情都是怪別人 那這樣一個大的組織 我們沒有這個辦法事先掌握到 我們現在已經很弱勢的外交 如果所有的這個彈性也沒有 全部等別人通知我們才去 這樣子叫做我們可以掌握到所有的先進嗎 既然知道現在有一些邦交國也在動搖 本人覺得過去三年多來 民進黨政府已經讓台灣斷交了五個國家 這五個國家還有包括跟我們關係很好的薩爾瓦多 我希望外交部還有行政院現在的執政政府 都應該要全力來重視 接下去跟我們有動搖 我們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或者是更加的這個去了解國際的局勢動道 想辦法去結盟 否則台灣的這樣的局勢下去 只有更嚴重不會更好 那也會讓我們感受到 是不是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為了明年的總統大選 不斷的在刺激對岸 不斷的把這個兩岸的動盪升高 就是為了選情 請你們要拿出良心來 執政政府不要只為了你們的選區 把所有的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民安全 置於萬劫不復之地 謝謝 接著請孔文吉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在立法院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待會就要用多數的委員優勢 強力推動同婚專法的這個法案 讓其強勢的進負而睹 這個剝奪了我們委員會 逐條審查 剝奪了個別關心這個同婚議題的委員 他的一個立法跟質詢討論的機會 如今台灣社會針對婚姻平權 仍舊爭論不休 甚至被拆成兩派 這個都是民進黨政府的怠惰跟敷衍 大法官在2017年5月24日 做出解釋之地748號解釋 強調應該保障同性婚姻的平等前後 政府沒有絲毫的動作 沒有利用這兩年的修法的空窗期 提供反同與挺同兩邊對話的可能 一直到公投過了之後 就變身為否定彼此的這個死敵 釀成我們這個社會上嚴重的對立 民進黨政府能夠不負責嗎 這一次5月24號兩年大限已到 就想試圖蒙混過關 今天要禁服二毒想要暗渡陳昌 這個簡直就是違反民意違反承襲爭議 也是違反婚姻是一男一女結合的普世價值 去年11月24號的公投結果 民進黨政府不知道嗎 我們是以壓倒性的民意支持了通過 第一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 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第二個 你是否同意 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的其他形式 來保障同性別兩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都在在的彰顯 肯認了台灣絕大多數的民意都認定 無論是在民法或是在婚姻的關係上 就是認定一男一女的結合 今天我們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在臉書上發文 肯請立法院能夠盡速通過完成立法 難道我們行政院 我們蘇業長是用臉書來治國嗎 你們民進黨票數很多嗎 這樣是一個公然違反程序爭議 公然違反公投的結果來進行二讀 來要通過這個同婚這樣的一個專法 我覺得這是違反程序爭議的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的要懇請 我們台灣沒有法律嗎 台灣沒有神在掌權嗎 希望我們同婚專法 我們兩黨的立法委員拿出一個良心 我們要怎麼樣彰顯台灣 究竟是一個由神所掌權的一個國家 接著請呂毅林委員 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大選期間曾經承諾電價十年不漲 這計畫現在是民進黨執政以後最大的謊言 經濟部長沈容金昨天有宣布 2025年電價的漲幅約在每度0.53元至0.84元之間 最高還會達到3.39元 上漲的幅度大約會達到32.9% 未來的電價不只會漲還會大漲 民進黨什麼時候要對他的能源政策來負責 民進黨什麼時候要對人民說實話 蔡英文在2016年發布的能源政策中特別有顯明 民進黨執政以後十年不漲電價 當時還被工商界認為是騙選票 2018年的3月22日 一年以前 蔡英文參加工商團體的經濟發展論壇 為了要獲取工商界的支持 甚至還說出 她沒有說十年不漲電價這句話 這就是證明了蔡英文當年為了騙選票 亂開能源的支票 同年在4月1日電價漲了將近3% 同時當下的行政院長賴清德還幫蔡英文來護航的說 蔡英文說的十年不漲電價是指十年不會大漲 結果昨天經濟部長沈容金說 未來的電價會預計大漲三成 再來就會打臉到我們看到的電價真的要漲 這就打臉到蔡英文政府的能源政策 十年不漲電價 結果電價不只會漲還會大漲 十年不漲電價是民進黨執政以後最大的謊言 2018年的公投結果已經非常的明顯 人民已經向民進黨政府的能源政策做出最明顯的一個表達 但是選後蔡英文仍然執迷不悟 不願意調整這個能源政策 所以本席要在此奉告蔡英文總統 如果民進黨仍然要用這種詐欺的方式來執政 2020年人民會用最嚴厲的方式來懲罰民進黨 接著請陳移民委員 謝謝主席 大家早 本席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酒駕修法不能一拖再拖 近年來酒駕害命的案件頻傳 法務部以多次開會嚴禮來修訂我們的刑法 希望能夠重成酒駕的致死的這些犯人 政府的口號是酒駕玲瓏人 那社會要的是喝酒就不准開車上路 加重行責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遏止酒駕行為 完全不讓酒駕者上路 才是全民的期待 近年來 相繼修正公佈刑法第85條之三的條文 提高酒駕者的這個法定的行動 而法務部也在民國102年6月 統一韓式酒駕三犯者不准異科罰金的原則 使得觸犯公共危險罪章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入監人數是陸續的增加 而此修法的歷程也證明了透過刑法 來惡阻酒後駕車的成效非常的有限 俗話說亂世用重點 現在社會輿論大多支持用重刑法的方式 來嚇阻遺憾事行的發生 社會輿論有賤請研議增列酒駕致死 得以處死刑無期徒刑 讓酒駕造勢者殺人者永不上路的可行性 根據民調顯示 民眾最害怕的就是鞭刑 鞭刑不只有賀阻再犯的可能 對於可能犯及預備犯也有惡阻的作用 除了加重酒駕者的刑法之外 參考日本行立法同車供責 車輛加裝汽車發動酒測系統 酒精鎖等配套多管齊下 都是未來可以修法的方向 那本席這邊要指出的是 預防剩餘治療 其實法務部公布的這個數據顯示 2016年酒駕的判決確定的是 五萬八千多人 累犯有一萬四千多人 2017年有五萬八千多 而累犯一萬五千多 換句話說累犯占三分之一 很多都是初犯者 但是根據刑法85條的規定 初犯者是否有酒飲 是由法官來判定 本席覺得這部分 應該是要由專業有醫療背景的 或者是心理諮商來做這個判斷 有沒有酒飲 然後在勒令進行酒飲的介質 本席覺得這方面非常的重要 所以也提案修在八十九條加了一個之一 要求必須由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核准任何之心理諮商 醫療相關單位認定 而非由法官來判定 期盼各位立法同仁一起努力 加速推動修法 別再讓漢事一再發生 以上 謝謝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軍理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okay 未利 médi 不要再在那次